我们的台南能举办这个手艺会 可能有人会觉得很奇怪说 为什么这部电影 一般来说一个电影的手艺 应该都是要在台北啊 然后不然他不然也在所有 怎么会是在台南 那其实就是这个导演的精神 那我们从刚才有看到说 这部电影的产生 然后还有这部电影 他呈现的方式 其实是对社会的一种底盘 那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说 这个导演因为他对社会有所期待 然后所产生的这一部电影 他希望有别以往的方式 因为我们知道过去电影 都是他们的主动权 或者说他们的观念 其实就是在台导演想挑战的这个 那由这个想法所解释出的电影